詞曲 李宗盛 如何在家裡面能夠喝得很有質感 然後能夠調出一杯好喝的調酒 你今天就一定要鎖定我們的節目 老師教我 老師教我 就是你知道有的時候像那個韓劇啊 或日劇裡面對不對 是不是回家就是打開啤酒就可以喝 這個是來自瑞典的水果酒 麥子的味道比較低 它的其實水果的味道比較濃 然後喝不太到酒的味道 我覺得不生酒粒的女生一定會喜歡 而且因為它本身的酒精濃度只有4% 還有一支是我們剛剛看到 柚子對不對 柚子的酒 這個嗎 這個好好喝 對 然後我覺得這個 很像牛奶的包裝 對 很像牛奶的包裝 這是女生會喜歡的 對 這是女生會喜歡的 酸甜 而且其實它的酒精味道不會太濃 那這邊的話也簡單教大家開 開酒 紅白酒 刀子的話是負責來割這些前鋒的 先畫一圈 稍微輕輕一挑它就起來了 尖尖的地方抵住軟木塞 對 稍微就把它提起來 它尖尖的地方就下去了 對 然後之後你就順勢的把它轉 所以是順時 對 順時裝轉嗎 順時裝轉 它是利用槓桿原理的方式 讓你比較輕鬆省力的把它提拉起來 了解 它這樣一拉它就起來了 對 像是一般餐廳的話我們就會慢慢的 稍微左右搖晃 對 然後它就拉起來了 然後如果你想要有聲音的話就是 好帥氣 今天帶來的都差不多是經典調酒 一開始我們都會先把杯子冰過 這杯的話是我們店裡面 客人點閱率還蠻高的一杯 調酒 它就叫做Fancy 75 使用了新鮮的葡萄 五顆 我們講清酒 一樣30cc 然後一樣新鮮的檸檬汁 檸檬汁的話15 葡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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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葡萄的話其實它算是一種 側香葡萄的利口酒 荔枝果泥 然後它選用的是我們台灣 在地的那種 百分之百的玉盒包 如果買不到果泥的話 其實你基本上 你也可以放個新鮮的荔枝 加一點點 就是糖水 有專業的來了 專業的來了 然後其實在家裡的話 其實教大家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我們家如果有那種 要大容量的保溫瓶 把你想要的材料加好 然後加一塊 把它蓋子蓋起來 然後搖 要去避免搖到一些 帶有氣體的東西 這是氣泡酒 我現在就能聞到香味 荔枝香嗎 真的好香喔 它濃度的話其實就差不多 跟紅白酒的濃度一樣 15%左右 對 很像喝果汁 對 這邊的話切記 調酒的部分 盡量不要喝太快 可能五分鐘 十分鐘過後 你們快就脆到了 接下來這一杯的話 是那個 秋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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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The Flock of Orton 是我今年參加 老師比賽的那支酒對不對 然後我們使用了 新鮮的米椰香 蘿勒葉 因為這樣做草粉食物的話 會給人們帶來一種 紓解壓力的效果 很舒服對不對 我像在做身體SPA 蘿勒的味道很香 然後你喝下去的時候 也有它的層次的那個口感 是不是很像做SPA 我覺得有點對 真的很放鬆 很放鬆 乾杯 耶 耶 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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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